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化工厂的失利 也是因为你的指挥失误造成的 凌双即使对我的命令有质疑 他也应该像唐顺之一样坚决执行 违抗军令 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 马站长 你是非要逼我在局所面前 说出你跟晨晨干的那些事吗 请进 静坐吧 多谢 这次正是委屈你们了 如果伤员的伤势恢复得很好 应该很快就可以 醒过来我们就可以离开 魏司医生 这名伤员呢 是同日本人作战时候受的伤 日本人之所以救他 是为了对他进行审讯 从而获得更多的情报 但是他们获得情报以后 一定会杀害更多的中国人 所以 他们需要您的帮助 魏司医生 或许是吧 但我只是一名医生 我帮不上什么忙 您可以的 因为您是德国人 日本人不让我们出去 但是您可以的 只要坚持您的立场 日本人肯定会让您先行离开 您只要把这个消息 带给我的朋友 就可以挽救很多中国人的伤命 即便日本人痛意我离开 也会安排人员对我进行监视 我虽然痛情你们的遭遇 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家人 陷入危险之中 我恐怕不能够答应帮你的忙 我知道 这对您来说确实有困难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您的帮助 您只要把这个消息 带回家就可以了 魏司医生 我知道 您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您一直反对日本 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 所以 我才冒昧地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 请您帮忙 不要 让你め必须 你不顾问 叫她 洋医生 来 请进来 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我需要回家休息 卫师先生 还请你多多提炼我们 我们会根据你的需要 给你安排最好的休息环境 是你们青睐的客人 不是秋凡 我的家人这么久 没有看到我 他们会担心的 我也非常想念他们 不管你们会不会中意 我必须要离开 卫师先生 既然你如此坚持 那我们就不想留你了 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但是这里发生的一切 希望您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我只是要回家 这里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请你们能够历励我 宋本 科长 你带人亲自护送 威次先生回家 并且要保证 威次先生的安全 是 威次先生 请跟我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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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片区域人口密集 他们应该不会 把实验室设在这儿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这个区域给排除掉了 一会儿我们再到 其他地方看看 好 可算找到你们了 怎么了 薛老板找你们 他在风暴商行等你们 他没说具体什么事吧 没有 你去找安生和明昊 在修商行等我 好 走 好 好 好 魏子先生 辛苦你了 你们两个在这里严密见识 如果有一传奇况 立刻向我汇报 是 等等 走吧 好 再见 再见 出什么事了 日军医院里面 有一位受了重伤的情报员 日本人打算对他进行审讯 哪来的消息 是上官送出来的消息 当我得知上官和韦斯 去了日军医院 我就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第二天早上 上官和韦斯 还没有回到医院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严重 上官要想把情报递出来 唯一的方法 就是通过韦斯 所以我就提前 到韦斯家里 等待消息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样 你马上把这个情况 告诉上海战 让他们做好应对 好 我知道了 队长 武汉集电 看来是郝小姐 看来是郝小姐 沈处长说 我不用回武汉树职了 可以继续留下来执行任务 说明沈处长 应该回到总部了 你们怎么过来了 李老板让我们到这儿来 跟你们会合的 大总和侠 药物起作用了 太行了 你讲什么秘技 八个 继续为他治疗 这儿来 田中军 这个人态度很强硬 一时半会儿恐怕 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情报 林野军 听说你们特高科有一种 专门针对审讯的药物 不错 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 正常人都受不了 像他这样的 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 除了特殊情况下 即便是我们特高科自己 也不会轻易使用 现在就是特殊情况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李老板怎么还不过来 胖子 这才等了半个小时 别那么不耐烦行吗 我不是不耐烦 我这不是着急想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来了 昨天你们参加行动的人员 是不是有一个 处于失踪的状态 孙亮现在生死不明 弟兄们正在权力搜寻他的下落 他现在在日军医院 日本人救活了他 正准备对他进行审讯 消息可靠吗 上官靳云和韦斯院长 去了日军医院 他们参与了孙亮的手术 日军不让他出来 他好不容易才把消息传递出来 孙亮是我从武汉 带过来的成员 受过严格的训练 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你说的话我相信 可是你们要知道 特高克针对审讯 专门研制了一种药物 而且据我得到的消息 李元昊亲自参与这次审讯 这么一来 整个行动队都会非常危险 也包括他们 日军医院守卫非常森严 而且他们对孙亮加强防护 要想营救他 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就只能装饰断腕 才去庆出行动了 可是以我对田中心仪的了解 他肯定会在白天就完成审讯 根本就不会给你们 等到晚上行动的机会 所以我的建议 是做好最坏的打算 该转移的转移 该消火的销毁 我们建立这些联络站 真的很不容易 这样的话损失会很大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在想 如果说 日本人会给他使用药物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药物上做些文章 我们上海站确实有一种药物 能让人处于假死的状态 但是如果超过一个小时 没有注射解药的话 同样也能置人于死地 这个我之前考虑过 但是要想执行这个计划 那就必须要接近孙亮 虽然上官静云在这个医院里 但我觉得日本人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的 那你们能不能把药物 做成和日寻审讯的真迹一样 这都简单 只要把真迹上的颜色做成一样就行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孙亮营救出来 干吗去 屋里太闷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 门可以打开 但上面有规定 你们只能在房间里休息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 但是不容有失 如果一旦失败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 可是你们的清除行动 根本就没机会进行 所以这是唯一的机会 是有些冒险 但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 好 那我们分头行动 好 前面路口右转 好 二位需要点什么呀 家里老人笑喘饭了 需要五钱清香 一两冰片 二位 里面请 来 二位 你找哪位啊 小光是住在这儿吗 你找错地方了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小光 小光 你不认识 崔国栋你总该熟悉吧 不知道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小光 你要再不信声 我就不客气了啊 三爷 他是我朋友 二少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找我 有个事 想请你帮忙 和安慕 尔少爷 财大师大 怎么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 世间紧迫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我需要你帮忙 从日军医院救一个人出来 救人 阿少爷弄错了吗 小偷小拇还行 救人这事儿啊 我可真没经验 你只需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 其他的我都会安排好 阿少爷 您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吧 这个事如果他万一出现闪失 那可是要掉脑袋大了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 小光 我看得出来 你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我知道 你也痛恨日本人 痛恨是一回事 但是搭上自己的姓名 是另外一回事 我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 都等着我养活呢 我要是出点什么事 他们怎么办啊 实话告诉你 让你帮忙救的人 也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死 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 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日军医院里 你是我唯一认识的朋友 我也是万不得已 才来找你 帮忙可以 但是 你不能让我陪帮忙 我明白 需要多少钱 你开个价 行 怎么还不行动 不行 我去问一下 好 好 兄弟 怎么还不行动 别着急 需要行动的时候 会跟你说的 不停 刘官医生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 魏寺院长说了 只要那名伤员伤势稳定以后 我们就可以走了 那 如果伤员伤重不治 是 怎么办呀 应该怪罪不到我们身上 放心吧 伤员难辨出现了情况 小林医生请你们过去 先助治疗 他这是 由于疼痛引发的症状 必须马上给他注射 止疼类的药物 看来 我们要抓紧进行神讯了 宋本主委在回来的路上 我担心这个人的身体 恐怕难以承受药物的刺激 经安医院的医护人员 对这伤员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希望您能批准 让他们在一旁随时护明 小子 给他们安排一个休息的车座 先跟我来 针区准备好了吗 嗯 针区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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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行事 一切都拜托您了 二少爷请放心 拿人钱财与人交哉 您不抢我的 这人靠得住吗 虽然是个江湖人 但是重心守诺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 我得提醒你 如果这个人失败了 上官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你放心 我会全力保证 上官境运的安全 走吧 你说他会不会被日本人 搜出什么东西来 放心吧 通常这偷东西里面的人 藏东西一样厉害 走 还真是 我知道你在担心 上官境运的安全 放心吧 李子牧在那边 一定可以照顾好他的 佐大一 你吗 你还没错 我为什么能不能 你怎么发现 你这回来 就是一个隣度 这回来 全身处创으면서 这事啊 酬劳丰厚 你也不用担任何风险 如果真出什么事 你拖到我身上就可以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干嘛要淌这套浑水 虽然我们是道人混的 但是在大师大妃面前 我们总得清楚 再说了 人家给的钱 买过这套命都够了 我们都要被害得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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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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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特高考审讯用的药物 这种药物的副作用非常大 难民伤员目前的身体壮观 根本扛不住 这就是要小林医生想办法了 宋本 做好审讯前的各项准备 只要小林医生认为世界合适 马上开始审讯 明白 但是我要提醒小林医生 审讯工作必须在天海前完成 宋本君 把这个药物送到治疗室 派人眼睛看管 明白 小林医生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 切记 不许任何人 接触这些要物 是 在这杯里面 咱们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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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发现小光吗 我还没有找到他 这里是去往焚化城的必经之路 跟他们约好的街头地点就在这儿 去给孙亮找替身的兄弟 什么时候到 差不多还有十分钟了 他们从圣马利医院赶过来 比我们要远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让他清醒过来吧 马上开始审讯 大佐阁下 刚刚给他添加了一些新的药物 您再稍等一下 需要等多久 大概十五分钟左右 输液就能完成 接时您再对他进行审讯 友好 同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光得手了 我们去门口接应 好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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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你的姓名吧 我的名字叫孙良 孙良 孙良啊 你的姬务是什么 我的姬务是武魂 特别心动对 对于你 你属于二 二处 那么 你们在山海的负责人是谁 负责人 联络点是在什么地方 联络点 负责人 不能说 不能说 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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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他沉舍不住 要我的脊梁减少了 现在看来他的意识恢复了 可别也在沟里了 给他精神 正常的脊梁减好 外面出什么事情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去看看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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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带 你说 你こと你们在山海的负责人是谁 联络点在哪里 是上海 是 上 上海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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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仲军 在武汉 从不在武汉 训练 我问的是 你们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是谁 凌律狼大地在哪里 特别行动队是 是 是 凌是 凌是 林医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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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大队 敌人的身体已经不和重负了 神区要马上停止 林医师们 林医师们 他这就失败了 请林医师 请请 山外医生 那个敌人又不醒了 让我们去急救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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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轉達的 現在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 走 拿手 審訓之前 我們就預料到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事宜至此 天真君就不必再懊惱了 你們利用藥物審訓致死的取法嗎 給我們審訓的犯人放一夜嗎 有些類似 只不過之前死亡的人時間比較久 不像這個犯人 這麼快的時間內就已經死亡了 出現這樣的情形 很可能是因為他傷勢太重的原因 也有可能 由林安琼做了手掌 天真君的意思是 就知道 對 適應過的藥物進行檢測 另外 把健安醫院那幾個人要控制起來 如果藥物出現問題 誰最大的就是他們 是 看來一切順利 凌霜這次得好好感謝咱們李老闆 有道理 不過李老闆這次 也不單單是為了幫他們呀 善哥小姐 請你們馬上隨我返回醫院 裡邊的事情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為什麼還要回去啊 這是立院課長的命令 請你們盡量配合 我不希望 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請搬 什麼情況 給我停下 快點 小雅師先生的地方 是 好 快點 是 我 Freddy 好 別人 快點 有啊 他們 好 中走来 带着尘土和硝烟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们无有的相遇 愿意踏上雨雪的真传 从暮色中走来 潜伏着特殊的使命 从清晨中走来 带着初遥的微笑 为了母亲们自由的呼吸 为了孩子们无有的相遇 愿意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看啊 我们的队伍是那么的规伍 看啊 我们的脚步是那么的坚定 为了正义 为了不平 我们必须战战的相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